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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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後就換了人和Gordon 聊天 聊天有關他們的課程 剛才Alex 提到 其實你們15周密集式訓練 可以培育編程的人才是怎樣一回事呢? 以及看到你們的網站 有提到你們經過平台 即是在就業時間 就業率是接近九成 而且平均的起床點是有二萬三 可以簡單跟大家說一說嗎? 簡單介紹一下 因為我們其實 全日制的課程就叫做 Micro Mastering AI Programming 其實是一個全日制15個星期的課程 那為何是全日制呢? 可能大家覺得有點不有趣 因為全日制的好處 就是好像 好像你在一段短時間內 不斷有足夠的訓練 那你今天訓練完 明天又再做 後天又再做 那你其實還記憶深刻很多 比起如果你一星期兩天去兼職 那是差很遠的 然後由於他們在這個時間內 因為他們學完的技術 也都會跟他們的同學一起去做群組合 那他們的群組合 那他們的群組合 就會成為他們在建工的時候 最好的一個 展示給僱主的一個 展示給僱主的一個 所以我們其實也會 跟僱主合作的 我們會有幾個不同的行動 譬如我們在他們畢業之後 我們會有一個活動叫做 Developer Showcase 那就是會邀請僱主來 去看看他們在三個星期內 完成了什麼的項目 我們亦都會有一些叫做 A Guarantee Interview 亦都會guarantee 他們可以去僱主那裏去Interview 就是比較容易 直接見得到 真是那個Team Lead 那些人也都會比較好 亦都會有一些 我們叫做POC Project 就是僱主可以給一些項目 我們的學生 那他們嘗試在那個項目的程度 完成它 那如果僱主覺得OK 那我簡直不如請過來 就是完成這個項目的項目 那其實八大院校 他們都有一些短期的課程 那其實那個成效是怎樣呢 那你們的學生其實有沒有 當中會不會有一些 就是都有試過不同的編程的課程 這個絕對有 我們很多時候 來我們全面的學生 本身其實都在其他八大院校 甚至其他坊間類似的教育機構 都會學過Programming 很多其實一進來都不是第一次 不是新手 學Programming 但是你說 那為什麼他們來學完又學呢 因為其實在強度上有分別 就是你如果是part time這樣學 那我當你一個星期可能寫兩至三個小時 曲 那如果大家不知道有沒有學過外語 你學外語 你每個星期學兩個小時 日晚你可能學三年 都是停留在去廁所怎麼說 但是如果你是很有決心的 你一去去那個地方住三個月 那你立即那個程度差很遠 其實那個原理類似 只不過這次我們在Programming上面 你在幾個月時間內不斷去寫 然後因為你大量的訓練 你的腦袋就知道 原來Programming的問題是怎樣解決 這些東西如果 其實我們都做過一個簡單計算 經常有些同學會問 有沒有part time course 價 其實我們計算過 如果將我們的full time 15個星期的course 以part time的方式鋪出來 是需要在九個月至一年以上 才有可能完成那個curriculum 更加不要說那個 你一直學會一直忘記的那個情況 所以為什麼我們就說 就是強度上和part time course 那些是會有分別 所以為什麼會 focus on full time 那剛才有聽你說過 其實你們的課程都不便宜 那其實怎樣去吸引到學生去過來呢 那那個收生方面 那個高峰期 會不會在你們參加了薯片叔叔 那個比賽之後 還是之前其實已經是很穩定呢 因為其實我們本身一路 都有訓練一些學生 那些學生通常都會介紹 一些朋友 做這行很棒 會叫他們來 當然 也都因為我們參加了薯片叔叔共創四 也都贏了獎行 也都因為知名度的提升 也都很多學生看到 咦 薯片叔叔都推介這個 那他們會覺得比較有興趣 那所以 不過我們其實主要那個 都是靠口碑 是的 口碑 所以我們就非常 focus 在我們那個 教出來的質素那些 那些甚至乎 都可以說 譬如有些學生 如果他們的水平不是去到的 那我們是有一些 是我們會跟他們說 不如你de-defer 去到之後 我們訓練多一點 再出去會好一點 因為如果不是你 你出去 別人覺得你都不行 那你找不到工作 那對自信心打擊會比較大 嗯 不如讓大家看看你們的課程 好啊好啊 其實你講的 最主要是這個 Micro Master 是的 沒錯 我們中文是譯做微學位 比我們有少少相似 譯名有少少相似 網上課程 我見到你也有一些 就是 專門做手機程式 又或者 數據科學的課程 那就是六個星期 其實有什麼不同呢 是 其實是這樣分析的 因為我們全職一個 其實最主要就是 好像一個快速十五個星期 幫你最終入行的一個課程 而你說那些專業 那些part time 六個星期課程 我們通常focus 就是給一些在職的programmer 譬如 原本他不是做手機APP的 但是他覺得 我好想做手機APP 這樣 但是他又 他又覺得自己 在家裏就這樣學 又未必有個 足夠好的project 去給他未來的僱主看 那些情況之下 他就會想要這些 然後 譬如數據科學 你也知道 其實是 統計programming 加一些 他們本身行業的knowledge 其實都比較適合一些 本身 他又可能有些數底 懂些programming 但他想知道多些 就會去我們的數據科 所以 就會比較是 給行內人多些 如果是行外人 想入了這行 那就是 其實是我們的 micro master AI programming 是 好 那這次的時間差不多 我們下次再談 好 謝謝 謝謝